OdioJungle 霍金Steven William Hawking去世,霍金1942年1月8日出生于英国牛津,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,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,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,霍金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也引发人们关注,在节目中他亲自解释了宇宙大爆炸前的状况,在国家地理频道于3月4日播出的天文科普节目StarTalk中, 主持人问霍金,每个人都想知道,大爆炸前宇宙是什么样的,霍金说,大爆炸前宇宙什么都没有,普通的事实被虚实取代,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,时间和空间一起形成一个空间时间统一体,或者说是受物质与能量关趋的不平整流行,我采用欧吉里德量子引力学,来描述宇宙的起源。 詹姆斯哈托和我提出了一个无边界状况,宇宙的边界,就是他没有边界,宇宙大爆炸前什么都没有,综合英国卫报,美国新闻周刊等外媒报道,霍金曾多次做出惊人预言。 2017年底,他表示人类可能在2600年前就会灭绝,而随着地球人口增长,能源消耗将会增加,地球将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。 要摆脱这场灾难,只能去寻找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。 针对人类的大脑,霍金曾表示,我认为大脑就像是电脑城市,理论上,大脑是可以复制到电脑上,在死后继续存在的。 不过,我们目前的能力仍然无法做到,我也认为传统的来世观念只是童话,是为了安慰怕黑的人。 此外,霍金也十分确信,在地球之外的其他世界存在着智慧生命,但他警告人类应当想尽一切办法,避免与这些外星生命接触,我们只需要看看自己,就能知道这些外星生命会如何变得,让我们宁愿没碰见过它们。 如果外星人来拜访人类,我想其结果会变得与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时非常相似,那对美洲土著可并不有利,宗编海外网,拱号张敏张你。